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欢迎大家又来到子音塔罗解 愿玩愿去古怪 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 除了子欣之外 還有嘉賓主持 Saria宇斯光宇老師 記不記得呢 Saria和大家打個招呼 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魏鼎老師 魏鼎老師是一個 身心靈的實證科學家 到底為什麼他會叫自己 雖然是身心靈的導師 但又叫自己做科學家 我們就在這個星期中解冊 好多謝有Kenny 就是我們做我們的即時翻譯員 所以 梓欣和Saria 就會講廣東話 講廣東話就可以了 Kenny就會幫我們 翻譯英文 剛才那些 可以不用說 我看到他沒有打算說 我們對於魏鼎老師的工作 其實知道他有很多範疇 但是最特別的是 其實我們知道魏鼎老師 有差不多近兩年 只是喝少許水 而是沒有吃東西的 是嗎 我們明白 所以這個星期 我們選擇了 老師裏面的其中一個 題目 叫做國之自我發展 所以這個星期 我們會選擇 題目 在深深層的 自我發展 很深入 很感謝魏鼎老師 你跟我們分享 這個題目 我自己覺得很驚訝 是 其實是比起不吃東西 是更有興趣的 比起不吃東西 是更有興趣的 我看到老師有很多 題目都是有 各自這兩個字 是 我看到很多的題目 是 那為什麼 會這麼著重 各自這兩個字呢 因為自我發展 不是 都已經是 一個很 很刻意去做的一件事 是嗎 其實我們可以自我發展 在無意識地 意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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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進行的時候 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情緒 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 自我發展 自我發展 包括我是好 用心 是很清楚地去設計 就是我怎樣去發展 我整個的新心靈 OK 那這個禮拜 其實呢 智欣呢 剛才忘記了 告訴大家 他最特別的 就是大師訪問大師 是嗎 所以我們有 Sereena 千萬不要讓我搶完 因為你知道 我已經說得快 平時已經搶完 那些主持 希望你自己搶到位子 沒有問題 我們也有 一個老師 可以跟我們 可以幫助 我們可以幫助 其實我 我所 學過的問題 就是 比較 是 跟人類的境界 跟 天上的境界 是連接 OK 其實 這方面 我參與 是 學習一下 人類的 靈性的 世界 我想問 維丁老師 就是 這個 這個意識 如果我們 要學習的話 很多時候 是連結到 譬如 道家學說 甚至乎 佛教 是否和佛教 和道家學說 都有關聯 有關聯 所以我 想問你 如果 你提到 知識 有關聯繫 的 靈性 和 道家 道家 我 相信 可能 有些 錯誤 因為 我 使用 古代的 文字 我 想 解釋 古代的 文字 其實我都知道 有這一點 可能會產生一些誤解 我好的時候 都會拿回古代的記載 去用一些字 但是 去解釋得比較清楚 或者簡單 所以 如果我想 解釋 古代的文字 並不重要 哪裡 我 需要 解釋 一些 定義 譬如說 我想 解釋一些 但是 這個字 來著一些 遠古代的智慧 時 我都要好小心 去定義 每一個字 去運用 所以 花了一點時間 只有一分鐘 但是 如果我想 解釋得很短 我會說 當我說 知識 我意思是 你不能解釋 你不能解釋 所以 中國文化 所以 形容這個字 其實 不是一言兩言 是可以 說得到的 但是 如果 用簡單的 說法 就是說 意識這個字 就是傳意識 自然 不能夠 語言去解釋 或者 用一個 道 等同於這個字的意思 對 因為 我喜歡用 學術 去解釋 靈性的事 因為 學術 和靈性的事 有很多 所以 學術 就是 知識 很喜歡用一些 數學 或者數字 去講靈性的東西 所以 譬如 譬如 知識的字 我會用靈 去代表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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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幾何 神聖幾何 你會怎樣說 神聖幾何 Geometric Geometric Matrix Calculation Is there any Any related Well if you want Me to explain more it would be like this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consciousness We actually cannot talk about Consciousness We actually cannot talk about Consciousness Because it's like talking about zero What is zero We start to talk about anything It's not zero So we have to leave this We have to create something Which is not zero We have to create one We have to create one We have to create one So the one represents something We can touch We can see We can smell And whatever to do 可以說到的 從一開始 我們可以觸摸到 這是實在的東西 So like in geometry Zero is infinitely small point But everything will develop Whether it's big point Or it's a sphere Or it's a line Everything will develop From this point 幾何幾何 就是一個無限小的數目 但是從無限小的數目 我們可以 演變成 一路一路去到 無限大的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層次 And in practical life Because actually I don't like philosophy so much So in practical life is that Life develops from this unexplainable consciousness 實際上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用哲學的語言去解釋 但是如果是講這個 傳意識的話 就是生命是從傳意識去演變出來的 Like you read 道吉經 道吉經 道創造一 能夠去解釋的 能夠去解釋的 它創造一些能夠去感覺到的 解釋到的 我想問一下 理語老師 I'd like to answer you 之前有一部電影叫做Matrix Oh before we have a movie Matrix 那集中那部電影 都會講很多是 1和0的計算方法 And also they explain a lot about the zero and 1 the calculation between them 也都是講不同的空間 And also they explain about different space 那跟你講這個 計算方法是有沒有關連 Is it similar to the math platy that you use in this area 我的明解是這套戲是想說高科技的東西去毀滅整個文化 現在我們親身體驗了一個顯化 我們的文化現在被高科技邁向摧毀 所以當我看這套戲是一個警告我們的人類 不要用高科技走這條路去破壞人物的運命 黎丁老師在研究中叫做科學家 你說你是科學家 是否都一定是非常走向自然化的呢 是否會向自然化呢 因為怎樣可以各自自我發展 或者各自飲食都好 問題是怎樣可以 怎樣做得到 是否和自然很有關聯 因為所謂的大自然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如果你是聽人類或人說的話 通常你會得到的都是真或者假的一些資訊 每一個老師包括我在內都可能提供一些錯誤或者真實的資訊給你 在大自然裏面所有的智慧都是真理來的 所以你無論如何都要知道 你無論如何都可以學到自然裏面 當你坐在閃爭上做質問 然後聽到 但不使用你的智慧 而使用你的意識 所以如果我想學習的時候很簡單 我們讓自己回到大自然裏面 這樣安靜地坐下 然後去問我們想知道的東西 但不是用頭腦去找答案 而是用我們的情感和感受去得到你的訊息 我們的身體 我們身體 是大自然的一部份 它無可能存在沒有大自然的法則 所以有一句話說 如果你一旦很認知自己的話 其實你所有的一切都已經知曉了 因為你是熟讀大自然 但是 你出生那一刻 你得到這個身體 但是沒有人告訴你 這個身體如何運作 你買了這個手機 他們給了你指印 你知道怎樣去操作它 或者指引 你知道怎樣去操作它 因為這個手機 你單單一個手機 你讀那個說明書 可能讀了幾個月 如果都不能夠 是好通透他們怎樣運作 你看看我們身體相對的手機 我們那種複雜化 是給它上億倍的 但是沒有人給你一個身心的手冊 給我們去懂這件事情 那我怎樣知道如何運作這個身心呢 但是如果我們給了時間去研究 或者去理解它 或者去理解它 去研究我的身體 去研究自然 對自己身體身心有所認知 或者對大自然 是了解的 基本上我的教學內容 就是整個身心架構的一本說明書 或者另外一個名字 我們可以說是意識的自我發展 那可能是否因為 剛才老師所說的那個過程 所以令老師成為了一個科學家 去到自己研究自己 那你所說 你變成了科學家 然後你會表現自己 所以發展了這一套 又會去斷食 是否叫斷食 即是食器 或者這麼長的時間 做很多這些測試 去到研究自己 是嗎 那你沒有吃過這麼久 是叫做聖誕 或是甚麼是經驗 和什麼是你做的 所以你能夠解決 那你會得到這些過程 因為我之前去讀了很多本市面上的書 但我看下去這些根本都不是什麼真知識 只是一些信念 所以我就不如我自己親身去經歷它 最好的是如何得到第一手的知識 就是讓自己親身去經歷它 所以在我的研究當中我得到的資料 其實我們人的身體都是一個大自然的一部份 從來都不需要靠外來的食物 因為在我的科技研究上 這真是不理解 為何這個身體需要進入外面的物質 因為它是建造成一種生命的生命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神奇 這個身體是一些有機的身體 是不應該靠外在的食物 這是基於我科學的實驗 是證實了這件事情 這因此我決定要檢查自己 在這個身體上 是否能夠進入外面的物質 或是否能夠進入外面的物質 我們就試一下 我們就根據這些資料 我試一下這個身體 看看能不能 如果我不食物的話 我可不可以衛生呢 也有很多學說 例如信念創造實相 即是我們相信什麼 我們就會經驗到什麼 我們或者要在星期三個節 回來再看看 偽鼎老師回答我們 其實是裏面包不包含信念的呢 好 星期三見 是的 那我們星期三回來 再繼續看 我們會繼續看 好 星期三見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 紫恩塔羅解的節目 記得快點上去 Youtube的MIHK 紫恩塔羅解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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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記得上網頁 MIHK的網頁 去登記用戶 接著可以用每個月 38元就可以重溫 我們以前精彩節目的內容 這個網址記得訂閱 紫恩塔羅解啦 找不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州傳保障 又想為未來買個安心 瑞智亞洲可以幫你解決所有的煩惱 瑞智亞洲專營各類型的 醫療、危疾保險等等的業務 也是少數會提供專業責任 和醫療責任保險方案的經紀公司 無論酒樓、餐廳 或是工程的綜合保險 甚至是辦公室或商店的財物保險 我們都會全面照顧你們的需要 如果你們在保險上有任何問題 可以打來這個電話和這個email去查詢 瑞智亞洲關懷保障連繫你一生